早上的一餐真美送 暴怒哥刀砍车窗 台湾的治安怎么了 行车扼煞成出不穷 摆车王姓驾驶不小心插撞 这个32岁理性骑士 他飞升扑地 起身后怒气冲冲要求赔偿 他为什么要把车移开啊 更大 暴怒哥突然从包包内抽出一把刀 砍破白车后车窗 而他酒车值近高达0.65毫克 这个刀子他是风声说 他是做跳角市场买卖的 董新闻高雄报道 这次刀子是准备的 给大家看 我们做的赤面 这个刀子是准备的 去摆运 我们做的事情 回来